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一直瞬成千年金面团 请问你是谁 我是书面语旅行 我们圣文栽用的语言就是书面语 い cada uma 我都修炼了几百年的 口语和书面语原本应该是互相配合 正所谓 我手捨我口 但是我广州话口语 已经有成几千年的功力 你书面语才值得几百年 你流傳於廣東 我就是全民族書社溝通的共通語文 我們兩個真的很不同 真是不公平 請問有什麼不公平 我修煉了一千年 你才只有幾百年 為什麼你書面與精靈可以作文 而我口語精靈就只有講字 不可以作文 你那些 你們 我們 他們 你的 我的 那些 哪裡 怎麼這樣 怎麼可以寫成文章 那我最多不要這些 我們 他們 那就可以了 風來 去 現在可以了吧 也不行 真是氣死我了 好 等我修煉了一千年的法力 給你一點厲害吧 便 這些動物 口語講八宗 書面語言寫作文公 他們這麼多雙腳 其實廣東人叫他們做八宗 真是很貼錢 但是書寫的時候 偏偏又寫成文公 哎呀 真是沒道理 黃哲話始終都是謊言 謊言又怎麼可以用來書寫啊 為什麼不行啊 好 再便 便 看 你看 多少琴盧 這些排行動物 口語講琴盧 書面語寫成蜘蛛 為什麼書寫的時候一定要寫成蜘蛛 不可以用琴盧啊 好 同一樣東西 如果口語和書面語的叫法不同 我們書寫時就一定要用書面語 去 你現在分明欺負我 口語和書面語都不是我定的 不要說太多 哎呀 擺了烏龍 露了一把團劍 好 就擺烏龍 擺烏龍 擺烏龍 書面語寫 弄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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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來我真的要出絕招才行 慢著 姐姐 萬事有商量 不如我們坐下慢慢聊 喝杯茶 好 你想去哪裡聊 既然廣州話那麼文雅 那麼古老 不如我和你回到古代 然後喝杯茶慢慢聊 好 好 明月幾時有的幾時 文君能有幾多壽的幾多 都是廣州話口語 為什麼古代可以寫 而去到現代社會又只能夠說 不能夠寫呢 姐姐 時代是不斷變化的 幾時 現在應該寫成什麼時候 幾多 要寫成多少 這些就叫做 古今有別 你何必這麼執著呢 我不是執著 是不服氣 譬如 廣州話口語 千秋 書面語寫成 秋千 口語 雞公 書面語是 公雞 口語 池庚 書面語是 庚池 只是次序不同而已 為什麼雞公 一定要寫作公雞呢 應該用什麼來規範 需要大多數人的認同 少數服從多數 不到你不睡的 這口氣我無論如何都哄不下 咦 那邊好像有一位姑娘在作文 不知道她寫什麼呢 不如借來看看 過來 寫得不錯 好啊 眼雖明 耳雖衝衝 衣蜜群腐 雖結症 杜蜜橙里 奉雙親 但如果是現代 有些詞 就只能口講 不能作文 眼 耳 衣蜜群腐 杜蜜橙里 這些詞 在古代是單音節 回去吧 去到現代 就要寫成雙音節 譬如 眼要寫成眼睛 耳要寫成耳朵 衣就要寫成衣服 只不過是音節 單雙有別 古代 單音節 自詞多 現代 雙音節 自詞多 這些都屬於 古今之別 我不理 是什麼分別 總之 我覺得對我們 公平 告辭了 好月姐姐 等我 我 口語姐姐 我們都未談完 你為什麼又走了 我不開心 孫免玉妹妹 你不理解 你太年輕了 有什麼不開心 你說出來 心就舒服一點 有些口語 字型 音節 都跟孫免玉一樣 只不過意思不同 但寫作的時候 偏偏要寫作課室 因為 孫免玉裡面的 班房是有不同的意思的 是什麼意思 我偏偏要寫作 我入班房 你真是入班房 沒錯 變 為什麼會我入監倉 放我出去 我要出去 是你自己寫要入班房 孫免玉的班房 就是監獄或者拘留所 但是 班房口語的意思 是解課室 所以 即使 口語和書面語的字型相同 都不能亂寫 課室 監獄的意思差這麼遠 我看都是個別例子 又譬如馬蹄 口語和書面語都差很遠 我就不信邪 偏要寫一寫 變 書面語的馬蹄 即是馬的蹄 難道你真的想吃 我說的馬蹄 都不是馬的蹄 是蔬菜來的 變 你想吃的馬蹄 書面語叫做撥齊 不是 不是說那麼多了 你放我出去先 沒問題 變 姐姐你究竟明不明白 我修煉了千年了 有什麼不明白 有譬如打尖 書面語的意思 是旅途中休息一下 那又怎樣 口語的意思 是排隊不守秩序 和食物是完全沒有關係的 其實這些容易引起誤解的詞不多 我最多就是不要 姐姐 那你不如寫些口語詞出來 看看別人明白 變 這些小事簡直濕濕碎 對啦 這字又不是好心 人家一定看得明白的 好 那跟下來啊 先生 你好 請問這是什麼意思 詩詩碎 對不起 真弄不懂是什麼意思 謝謝 兩位 請教一下 這是什麼意思 廣東口語 真抱歉 這個詞 我還是第一次看到 姐姐 廣東口語 好像濕濕碎 哩哩 是廣東人才會明白 如果寫成書面語 好像零零碎碎 焦燥分安 其他地區的人才會明白的 謝謝你啊 我終於明白 廣東口語 廣東口語不能用作文 是有兩個原因 是有兩個原因 哪兩個啊 一 是因為沒有畫一的標準 就算連廣東人都有不同的說法 二 是其他人未必明白 達不到和多數人溝通的目的 姐姐你終於明白了 妹妹 所以我要去學校 幫助那些 將口語 書面語拌亂的小朋友 回學校做學生 好 和你一起去啊 不過 我對書面語 沒什麼認識 妹妹 你要先過幾招給我 沒問題 姐姐 你想我傳授什麼招式給你啊 我想你傳授 口語 書面語 句式的轉換 首先是表示 去哪裏的 吹向動詞的位置 譬如 個去字 書面語是放在後邊 好像 都搏物館去 口語是放在前面 好像 去搏物館 後日上廣州 後天到廣州去 下街逛下 上街去走走 現在要傳授第二招給姐姐你了 各位同學 今天我們有兩位新的插班生 我們一起鼓掌歡迎一下她們 好 那你們自己自我介紹一下 大家好 我叫方妍 大家好 我叫書文 最近用廣州話口語句子來作文的問題 嚴重了 等老師再和你們溫習一下 口語句式和書面語句式的分別 譬如 商品語句 口語是 物前人後 我給你一朵花 我給你 而書面語呢 就是 人前物後 我給你一朵花 又譬如 請給我一杯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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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咦? 為何黑板上那麼多字 和那麼多圖 難道是我自己帶來的 是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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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接著要複雜一下比較句 口語 形容詞就在比較對象之前 我肥過你 而書面語呢 形容詞就在比較對象之後 我給你一杯 又譬如 地鐵快過巴士 和地鐵比公共汽車快 形容詞快 一個在前一個在後 咦? 為何這些字又全轉了? 成功 那些同學 將口語和書面語混亂 姐姐 你想到甚麼辦法 可以幫助他們 不如我們一起施魔法 所有同學 誰寫了一些謊言句子 在作文上 他們的書巴就會響 好 咦? 哪個書包會響的? 奇怪了 為什麼我的書包會響的? 是不是有一篇作文放在你書包裡? 有一篇 你篇文章有廣州話口語句子 哪一句呀? 天氣冷,穿多件衣服 書面語應該是 天氣冷,穿多件衣服 天氣冷,多穿件衣服 我食仙 書面語應該是我仙吃 多、仙這些副詞 口語放在動詞的後面 書面語就放在動詞的前面 你改句子 你改句子 書面語就不會再響 你篇作文有廣州話口語句子呀? 哪句呀? 這句呀 你有沒有去過北京呀? 書面語應該是 你去過北京沒有 或者你去過北京貓 而問詞要放在句尾 你有沒有買戲票呀? 書面語應該是 你買了電影票沒有 或者你買電影票了嗎? 各位同學 你們改句子 書面語應該不會再響 你們的句子寫成怎樣? 我只好支持你 你讓我看見你 你讓我看見你 感谢观看